做了一個語音調查 有關廉署人士任命問題 問市民的觀感 我們調查是由7月4日做到7月22日 總共有945個市民 透過電話回覆了我們的語音調查 我們問了三個問題 包括第一條就是執行處首長 負責領導反貪調查工作 尤其是主導重要案件調查 三年沒有正式人選 你會否憂慮 反貪調查工作受影響 結果顯示 有4乘7和2乘2的市民 表示十分憂慮和頗憂慮 反貪調查工作受影響 其實在一起 差不多是近七成市民 對於這個情況感到憂慮 第二條問題就是問 執行處首長兼任副廉政專員 它是負責制定長期的反貪策略 三年來一直都沒有正式的人選任命 你認為會否影響廉儲的工作 答案就是可能會有兩成 說肯定會有五成半 即是有七成半市民認為 廉儲的工作是因為長期援空了執行處首長的職位 第三條問題就是 在白韻六任內發生李寶蘭事件 就有人事大地震 和長期援空執行處首長的情況 你對白韻六擔任廉政專員 有沒有信心 表示是沒有信心 和不太有信心 合起來是有四成三 說非常有信心和頗有信心是兩成八 即是多數的市民 如果不算沒有意見的那些 多數市民是對白韻六是沒有信心的 各位傳媒界朋友 你知道我執行處首長長期援空的問題 已經是多次在立法會 和向白韻六當面追問的 大家知道執行處首長這個位置是非常重要的 他也是身兼副廉政專員 在香港一個最重要的反貪部門 他是負責執行處和整個廉署的管理 和一些重大案件的調查工作 去指導的方向 一個這麼重要的位置 在廉署四十年歷史上 除了這次的事件 從來是沒有試過 是發生了三年 都是沒有正式的執行處首長的人選 大家知道 邱樹春先生已經是處任了兩年 而他對上的一位處理執行處首長 李寶蘭也是處任的 也是從來沒見過的 我就很強烈質疑 白韻六 是不是有些非專業以外的因素 去考慮這次的人選 白韻六說 廉署的人士機制都會參考公務員的制度 說有什麼三層的考核 我們之前也強調過 公務員聚用委員會 曾經在廉報清晰說過 如果有實質的工作職位空缺 如果有償一職位 可以公進聲 部門應盡早對長期處任的人員的潛質 以及適合進聲與否作出嚴格評估 這個職位已經評估了第一個一年 白韻六說他不符合要求 將他抖下來 最終導致廉署人士大地震 而第二個人選 優樹春 他也觀察了兩年 到現在都不去決定最終的任命 反而是以每三個月一次 去續任處任安排 這個執行處首長連自己 三個月之後的規劃都做不到 他怎麼幫廉署做一個長遠的反貪規劃呢 而另一方面 執行處首長對下有兩位處長的 分管是政府部門和私人機構 這兩個處長呢 是川敏健先生和Ricky宇sir 兩位呢 都會在今年年底和明年初退休的 即是廉署最高層的三頭馬車 一個就長期處任 另外兩個都會退休 對下四個處長呢 有兩個 未來兩三年呢 都應該是會到退休年齡的了 即是我們廉署所說的七小福 最高層的那七個 四個助理處長 加兩個處長 加首長 七個人當中 只有兩個職位是確定的 未來廉署最高層的人事更替 是怎麼做好它呢 林鄭月娥在早前的特首答問會上面 我當面再次問她這個問題 林鄭月娥也說她在和白允錄見面的時候 是要求她做好廉署的人事更替工作 但很遺憾白允錄是連特首的指示都沒有去做好它 反而就一直無料期拖廉這個這麼重要的職位的人選 是令到我們感到非常之憤怒 也都令到市民非常之擔心廉署的工作 大家知道李寶蘭事件之後 有大量的廉署人員杯葛廉署的周年晚宴 導致晚宴是沒有辦法舉行的 事發兩年以來 原本今年早已舉辦的周年晚宴 也都是辦不成的 連續兩年的周年晚宴 都是辦不成的 我不知道現在白允錄想繼續拖延這個任命多久 不過她每一次拖延這個這麼重要的任命 就會令到廉署最高層的人士進一步不穩 損害廉署人員的士氣 也都會影響到廉署制定長遠反貪策略的規劃 和最高層的人士繼任的安排 等等的做法 白允錄都是雜無旁財 我認為白允錄由她搞出李寶蘭事件 人士大地震 到現在長期援空執行處首長 等等的做法都顯示白允錄 已經是沒有領導廉署的能力 她也都沒有相關的公信力 和獲得市民的信任支持 我認為白允錄應該是 一早要辭任廉政專員 一個這麼重要的職位 OK 我想問她提到 白允錄可能是在考慮這些非支援的因素 那些因素會是甚麼 可能連續後真的沒有一些合適的人士 可以遭任這些問題 白允錄在早前接受傳媒訪問的時候 她說這個職位不僅是查案 還要帶領廉署向前行 要有管理的能力經驗 其實由李寶蘭到現在邱樹春 她兩位分別服務廉署 都是二、三十年以上的時間 兩位在廉署最高層 我說是助理署長級以上的 連資都是十年以上的 一個擁有高層管理經驗的人士 過往也是在很多重大反貪案件 表現卓著多次獲得 執行署首長 以至廉政專員嘉許的這些人員 她在無論調查或管理方面的能力 都是在廉署內部 以至紀律部隊方面 有很高的名聲 而廉署四十年的歷史來講 執行署首長都是內部晉升的 從來未試過有空降的人物 我們在廉署工作的時間 其實是眾所周知的 當時的執行署首長 只有兩人之爭 一個就是李寶蘭 一個就是邱樹春 如果白韻錄認為李寶蘭不適合 連邱樹春都不適合 剩下的兩個署長都快要退休了 她有什麼選擇呢? 是不是將下面四個助理署長 其中一位 連升他兩級 升他做執行署首長 將首長好像李寶蘭那樣 抖下去做署長呢? 是不是想搞多次廉署人事大地震呢? 如果在廉署有這麼長的服務經驗 這麼豐厚的管理能力經驗的人 她都認為不適合的 那難道只有入境處的管理層 適合擔任紀律部隊的部門首長嗎? 我覺得連白韻錄都可以擔任 廉政專員我們這麼多廉署的最高層 每個人都絕對有能力擔任首長的職位 我認為市民的眼睛是雪糧的 這次的民調顯示 絕大部分的市民 是對白韻錄的做法不認同 是擔心影響到廉署的工作 這絕對不是說哪一個兩個去說 就會影響到市民大眾的看法 事實上在李寶蘭事件之後 廉署多名高層先後辭職 連邱樹春都遞一個辭職信 最後七成人是拒絕出席 每年都舉辦的週年晚宴 導致晚宴要取消 這些都不是問題? 如果這些都不是問題 那我不知道什麼叫做問題 白韻錄擔任廉政專員幾年以來 放山木飛聞 湯顯明案的第一幫兇 然後搞出人事大地震這麼大件事 見樹我又不見他做到什麼 反而令到廉署裡面最高層人事不穩 所以我認為他要辭職 至於你說他什麼時候會 解決這個問題 拭目以待 拭什麼目呢?兩年 連著李寶蘭是三年了 廉署有多少三年? 香港的反貪工作有多少三年? 三年又三年?等多少三年? 我認為我拭目以待 希望白韻錄快點離職 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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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ир 二天 ¿the senior management Chief from ICC has been dropped? the senior management of the ICAC will be very unstable since the directors of the operations department will stay retired late this year and early this year and the Head of Operations appointment is not clear right now and the four assistant directors two of them will retire within two or three years and I do think the succession plan of the ICC is at stake and it is the duty of Simon Peck to rectify the problem as soon as possible but he failed to perform his duty and to let the instability of the senior management of the ICC continue which will jeopardize the anti-corruption strategy of the ICC and also the overall management of the commission and above all the head of operation is responsible for overseeing all the major cases the development and the direction for the investigation therefore Simon Peck's decision to keep delaying the appointment is totally unacceptable and absurd and it will jeopardize the anti-corruption ability of the commission I don't know any questions are you going to ask without the commission 民署首長的職位呢? 我剛才已經分析了 兩名處長 就快要退休了 一個近65歲 一個近60歲 因為新製朱敏健先生 可以遲些退休 兩個處長都退休了 四個助理處長 有兩個就快要退休了 那你有什麼選擇呢? 你有什麼選擇呢? 正常來說 執法部門 是應該有一個完善的 繼任安排的 你見譬如警務處 入境處、海關等等 都是很清楚的 接下來 誰會繼任做一哥 誰是隔代的 有機會的人選 是清清楚楚的 現在廉署連一哥自己 都不清楚自己 有什麼做下去 怎麼搞啊? 如果八穩六 是想找人空降下來 我要提出一個很嚴肅的警告 如果是這樣 對廉署 尤其是執行署的打擊 震盪 肯定會被李寶蘭事件 嚴重很多倍 因為這樣 找人空降下去 信息是什麼? 就是要找外人整治廉政公署 八穩六 是不是想這樣做? 如果不是想這樣做的 在廉署裡面 可以考慮的人選 可以數得出 你無限期拖延 是什麼意思呢? 而 他所說 有不同的不足 各方面 這個世界 上司看下屬 哪裡有完美的? 有沒有一個完美的下屬? 八穩六 你是不是一個完美的上司? 如果要完美才做到那個位 你一早 都沒有資格坐這個位 八穩六 是不是? 就是我覺得 不要這樣 整體來說 是不是合適的人選 有沒有其他更好的選擇 相對是 認為都是適合的 就要盡快確定的 不確定的 你就是擺個人選出來 你又擺不到 你想怎樣? 是不是? 他跟著說 這個 處任安排沒有限期 沒有限期 是否可以等地獄之火熄滅 你才去 確定有關的人選安排 這個 是方天下之大謬 他們了解 廉署內部的士氣 是不是 這麼多年 是最低的呢? 他們有沒有一個心理準備 可能有一個人的風降 士氣那方面 我理解 前線中層的人員 仍然是對 反貪的工作 非常之有熱誠 以及有承擔 希望在艱難的歲月 仍然堅守崗位 繼續做好廉署的本份 第二個問題是什麼? 姐姐 有沒有心理準備 是真理人的香港? 這個說法在 大概三年前 是曾經有這樣的傳聞 也傳過是誰人選的 不過最終是沒有發生的事情 這個是對廉署裏面 是造成的憂慮的 現在近三年時間都沒有執行處首長 正式的人選 已經是令到有關的憂慮越來越嚴重 如果 政府 最高層 和白韻六 真的想找人空降下來廉政公署的話 我相信廉署的人員的反彈會很大 希望有人說 總共有機會 有有機會 另一方面 那些聲音 是 在台北 那些聲音 你覺得 被人的 曾經 有機會 發展 道 發展 ? 正常来说,一个执法部门最高层的计任安排 其实是有一个清晰的轮廓的 譬如说,当执行署首长休假的时候 哪一个长期去处任他这个位置 这个人的年纪是多少 是不是快要退休,还是不是,还有相当的时间 如果让他长期去处任一个位置 或者是执行署首长快要退休 他不断去处任他的位置 其实这个讯息就很清楚了 是打算升这个人选 否则你不会让他长期,就是常常去处任的 是什么呢? 处长和助理处长同样都有这样的安排 就是当我处长对下有四个处长 哪一位是要休假的 下面是谁长期处任他 应该是有这样的打算 是不是日后如果有正式的空缺 让他坐正? 但是现在白允六的安排 就令到整个执行署最高层受影响 因为影响的不是执行署首长的位置 首长连自己三个月之后 还有没有可以做这个位置 他都不知道 你叫他去计划 以至助理处长人选去怎么计划 他可能变成李宝兰第二 做够三个月就回去做处长 你根本连自己都不知道 你怎么计划下面助理处长 处长那些计刃安排 所以现在我们叫七小福 七个最高层 两个坐正 就未到太一年龄 一个就长期处任 另外四个都 未来两三年之内 陆续退休 一个是很严峻的问题 白允六这样都看不到 这些全部都有年纪的 那些人事档案一看就知道了 你不要说到时我再 再找人处任 处任三年 每个位处任三年 看看谁适合人选 我的工作不是这么做的 白允六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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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 jede 好 好 好 宝贝